嗨,我是Daisy,你知道打工人一周在上海要花多少钱吗? 今天这个视频准备来好好记录一下这一周我的每一笔开销 因为之前肩膀有点积水,周一一早要先去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做理疗 为了节约时间,骑个共享单车过去,费一块五 十字路口上的每个人都在为了生活奔波涨 理疗的话,一生开具的是微波和药夫 两个项目每次一共是95元,医保可以全报 现在是我在药夫的样子,我的肩膀上贴了贴片 连着仪器会有轻微的电磁感 另外上面还盖着像橙色毛巾一样的装备,是发热的 促进贴片上的药物渗透 做微波的时候,顺带把自己蒸的早饭吃了 一个烧麦,一个白煮蛋,加上猕猴桃,一共大概是7元 微波理疗的原理是让皮肤组织吸收电磁波震荡的能量 从而促进肩膀积水的吸收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些理疗的知识 甚至是最近才了解到,家附近的社区医院原来已经可以解决不少小痛小病 理疗结束了,赶紧打车去公司,打车费是35块钱 中午和同事一起吃了铁板胡椒牛肉饭,花了50元 虽然视频场景很是单调,饭吃家店的味道真的很不错 是打工人忙碌生活中的一丝味界了 晚饭在公司旁边吃了碗拉面,38元,感觉有点油腻,偏咸 嗨,我是Dais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这里我会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如果喜欢就请点赞订阅吧 哈喽哈喽,我其实原来是打算回家自己做晚饭吃的 我甚至在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把鸡翅从冰箱的冷冻柜里拿了出来 但是,因为今天加班的有点晚了 我结束工作的时候已经是晚上7点15分 胃已经饿得有点不太舒服了 所以还是打算先去公司旁边吃一碗拉面 我其实是第一次吃,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点腻的 所以也没有吃特别多,就准备回到家来吃一点水果 早呀,因为隔壁在装修 所以今天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 因为装修声音实在是过于嘈杂了 所以我就尽早逃离了我的家 现在准备出门去买个早餐 路边的芭比馒头真的是打工人的天选早餐店 买了一个茶叶蛋,一个豆沙包,一共是4块钱 一铁通勤的费用我就不一比一比计了 一周就粗略的按照50元来计算 到工位之后赶紧来把早饭吃了 午饭没空出去吃,点了麦当劳 一共是34块9,四折五入按照35元计算 晚上朋友请吃饭,一起喝了个鱼汤 等我记起来要拍的时候,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聊了不少以前的事情,还挺开心 周三的早饭是山东煎饼 加了里肌和鸡蛋,一共是8块钱 付完钱之后才意识到小哥的手法不是很熟练 今天早上过马路的时候 意外的好运,连续喷上两个绿灯 可以算是开启了一天的小确幸吧 特别想吃鸡排炒泡面 中午和同事一起去了家港式餐厅 点了分小时,大家一起share 一共是65元 晚上加完班,喷上别的部门的同事 两个人临时起意,一起去公司附近 新开的台湾餐厅,把晚饭解决了 AA之后,每个人是49元 我这张大了嘴的表情 是知道了什么惊天大秘密吗 依旧是已经开始吃了 才意识到要拍视频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类似的感受 就是和不是非常非常熟的同事吃饭 偶尔会有点小尴尬 或者会不知道该聊什么 晚上下雨 连心情都是潮湿的 回到家补充点维生素 西梅和人生果 加起来算6块钱 一边吃一边抓紧时间 剪换视频 周四早餐把冰箱里剩下的杂粮吐司解决了 做了个面包吐司丁 还削了个苹果 大概是4块钱 虽然看起来不美观 但味道还行 而且碳水 蛋白质 维生素 都在里面了 中午赶时间 点了份青石 鸡腿饭 和南瓜汁 一共是35块9 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类似的习惯 当苹果碎放在青石里的时候 不习惯性的 先把甜口的水果吃了 然后再吃咸味的饭菜 晚饭点了酸菜鱼的外卖 一共是38元 终于可以在家 一边吃外卖 一边看视频啦 脱口秀和他的朋友们 真的是很不错 今年的新人们都很精彩 希望我国的脱口秀行业 可以蓬勃发展 吃完晚饭 吃水果 还是西梅和人参果 一共是6元 周五的早上 自己煎了个荷包蛋 煮了碗泡饭 就算两元吧 自己做的话 我还是更喜欢全熟的 翻车了 虽然我的厨艺没有很好 但这真的是没有发挥好 午休时间要出门去办私事 时间匆忙 午饭就随便买了个包子 和茶叶蛋 一共是5元 今天天气好好 坐在我旁边的妹子 全程都在打电话 听起来像是创业状态 也是挺拼的 往返都是拼车 一共花了30元 周末最棒的打开方式 不过于周五正常点下班啦 晚饭做了个红烧鸡翅和炒青菜 粗粗算了假 就按照十元计算 突然想起来 今天还吃了个苹果 没有拍食品 算两元好啦 新年的脱口秀 涌现了好多新人 听到了不少女性的声音 咱讲一开始比赛的时候 全场只有斯文 现在真好啊 因为中午约了朋友吃饭 早饭就用小自暑简单解决啦 算一元 又是个下雨的周末 打车费是29元 这位司机师傅 看起来经验非常非常丰富 让我想起了退休反聘四个字 坐在车上我也有点紧张 来吃火锅啦 完全聊嗨了 吃了快一半 才记起来要录视频 嗨 那今天中午 原来想请几个朋友一起吃个饭 因为之前有一个小事情 委托过朋友帮忙 上完菜之后 我们又加了几个菜嘛 我原来想着是说 等到菜都上齐了之后 我再去买单 没想到的是 我要去买单的时候 发现朋友已经把单给买掉了 所以今天中午的午餐之处是零 就有点尴尬 那就下次再找机会吧 晚饭超简单的 做了个海苔拌饭 算六元 这个葡萄柚的话 是四元 周日约了朋友逛街 早饭依旧是紫薯和蛋 一共算两元 一共算两元 中午的这个醉鸡饱火锅 真的是绝了 这个套餐是164元 虾竟然还是活的 好新鲜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点赞订阅吧 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 甜品是打卡收藏 免费送的 意外的好吃 晚饭做了个羊肉炒洋葱 蒜蓉丝瓜 加上柚子的话 一共是15元 我以为这就差不多了 后来想起来 双十一还有几个预付款 一共是110元 这样算下来的话 周一花费138元 周二开销39元 周三是128元 周四花了84元 周五是49元 周六花了40元 周日是181元 加上这周地铁通勤 我按照50元算 一共是819元 为了计算方便 我都取整了 另外像房租 化费 护肤品 化妆品 等这类固定支出 还没算进去 你觉得这个金额高吗